而現在最迫切的恐怕是中國對香港的壓迫 真的是越來越緊迫了 昨天721港民再度發起大遊行 但是又爆發了脫序演出 主要社會者他們是指導了中聯辦 那麼對著官署大門還有中國國徽來丟雞蛋噴黑漆 結果你看到警方最後以催淚彈強勢來清場 那麼這也是6月以來反送中行動以來 中聯辦首度成為他們抗議的目標 就是直接向北京來抗議了 好 來看這是民政所發起的721反修例的遊行 那麼這已經是香港人連續七個禮拜 不間斷的接力的反政府示威行動 那麼昨天號召了有43萬人上街 起點是在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 那麼從這裡開始遊行 那麼終點是在這個灣仔的盧牙道 短短的路程不到一個小時 那麼或許是示威民眾吶喊的不夠 他們就主辦單位宣告說活動結束了 結果還是有大批的民眾繼續 就從這個盧牙道這裡挺進了這個金鐘 也就是政府總部跟警總所在地 然後呢又不止在這裡 就是沒有在金鐘停留太久 決定首度去包圍中聯辦 因為這裡才是真正的權力來源中心 那麼從時間序來看 可以看到他們現在有3點半的時候開始遊行 然後呢到5點的時候佔領金鐘 有部分的群眾是拖隊來佔領金鐘了 那麼到了7點的時候呢 就是大批的示威者包圍了中聯辦 那麼對著中聯辦的大門來這樣子丟雞蛋塗鴉 那麼甚至呢還毀損了就是用噴黑漆的方式 來毀損高掛的中國國徽 那吊詭的是呢這個時候的港警一樣喔 就是領防守沒有人沒有警察在幹嘛呢 就任由示威者大肆的破壞 然後一直到晚上9點的時候呢 港警就舉了黑旗宣布說即將要清場了 然後10點一到就開始警方就位 那多次的釋放催淚彈 還發射了多枚的橡膠子彈 這個現場砰砰砰槍槍聲不絕 整個煙霧瀰漫的 那麼中聯辦馬上在深夜呢就發出了聲明了 就說呢這個是港府跟警方必定是要嚴懲到底的 中聯辦會這麼的急於譴責 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早就明確地畫出他所謂的三部底線 強調什麼就是不許危害國家主權 因為這一次呢包含這個中國的國旗呢 這個國會被塗鴉這件事情 他們認為這已經是危害到國家主權了 然後呢不允許挑戰中央跟香港特區法 還有不允許香港對內地來進行任何的滲透破壞 那麼中國官媒環球網他們也是嚴加了抨擊 說這些暴徒那麼是污損國徽的行為 這是公然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 說他們絕對不會有好下場的 而且強調說這已經構成了刑事犯罪 一定會騰空監獄來等著他們 那麼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下午的時候呢 也出面來回應 她說毀損國徽的這件事情已經践踏了一國兩制 她說這對香港的傷害是非常大的 希望社會要認清事實本質 那麼這麼大動作的召開記者會 偏偏呢她就是不願意回應香港人的五大訴求 那麼這一場反政府行動首度越界到了中聯辦了 北京政府一樣的作為 他們當然忍不住直接出手 帶你來看 大量煙霧瀰漫香港街頭 香港警方一連發射數枚催淚彈跟不帶彈 速龍小隊手舉盾牌步步挺進西港城信德中心 現場槍聲不絕於悅兒伴隨著火花煙霧 警方全副武裝列隊推進 遊行示威人士被逼得頻頻向後退 防暴警察在晚間十一點多 舉起橘色旗幟警告現場民眾訴離 否則要開槍 民陣示威人士不斷拿著雨傘頭戴工地帽跟口罩 簡單防護裝備對抗警方的催淚瓦斯跟不帶彈 而歌手何韻師現身其中用行動支持 示威者 港警持警棍敲盾牌 強烈清場行動引發示威者強烈不滿 部分示威人士情緒激動不斷喊罵 而港警強制區列行動在晚間九點多過後 從西環往中環方向不斷地將抗議人潮推進清場 白天和平示威的反送中運動到了晚上情勢便會升溫 示威者怒吼港府要將香港帶向瓦解邊緣 而政府一天不回應民眾的誤大訴求 這樣的民意聲浪還會持續 國會中心綜合報導